Hello,大家好,我是橘子,好久不见了 去年的圣诞节呢,我们做了一期关于夏威夷旅游攻略 然后也收到了非常多的朋友的喜欢 今年呢,我们又去了一次夏威夷 所以说时隔大半年呢,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升级版的夏威夷旅游攻略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要请大家先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记得点小铃铛哦 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夏威夷之旅吧 这次游游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猫尼岛 猫尼呢,是夏威夷的几个主要岛屿中第二大的岛 以度假休闲和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这里有多样化的地貌,郁郁匆匆的热带雨林 月球表面般的崎岖山地 奢华的海滩度假村,还有哈娜之路的路边小滩 在猫尼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哈拉喀达国家公园 这是个有着火星表面般地貌的神奇国家公园 也是我个人在猫尼最难忘的景点 它位于猫尼的内陆,是一座海拔三千多米的休眠火山 这里是号称有地球上最壮观的日出和日落 但是由于日出的票是非常的有限,就经常会抢不到 那么有同学就会问,如果我没有抢到票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抢到日出票的同学呢,可以去看日落 因为这里的日落也是非常漂亮和壮观的 关键是你还可以紧接着看到非常纯净,璀璨 而且非常震撼的星空银河 日出和日落的时间其实是夏天和冬天是不一样的 夏天可能会晚一点,是7点12分左右的样子 建议大家能够早一点就尽量早一点出发 因为我觉得4点多这样子到那里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 我没记错的话,先进去 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这里昼夜温差真的很大 即使是如果像我们一样是比较暖和的夏天去的话 也是要戴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 你冷了? 只有沙滩金,没有厚衣服,披着沙滩金上的衣服 连挖子都没有,光子小 那上面只有一个厕所,然后没有任何买吃的的地方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带一点干粮 第二站呢,我们就到了非常有名的Road to Hana 这条公路是全程84公里,号称是全美最美的公路 它可以直达猫蚁上面的一个边境小镇叫Hana小镇 然后这座小镇是坐落于整个猫蚁岛的东南海岸 这条路是非常难开的,因为它一共有600多个弯 然后50多座桥 而且全程的道路都非常的狭窄齐驱 有很多的单行道,以及就是很急的那种转弯 虽然如此,这个公路这么的难开 由于它是穿过了无数很茂密的热带雨林 还有水流非常湍急的各种瀑布 以及非常清澈的,非常漂亮的水池和那些壮观的海岸线 所以说还是仍然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到这里来游玩 这新的,吊得非常的艺术 然后我们把车就停在了路边 半年 roz面前整个游客 movement, village小 reckon 全部小张 间笔 然后呢 在出发前 我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下载 这个沙开猫一的APP 这个是一个导游的APP 上面不但有非常多的哈娜的旅游路线 可以选择 它还可以介绍景点 还有周围的一些停车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以及厕所 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 它会在鱼路上都跟你讲解 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背景故事 没有做攻略的话 也可以非常轻松无脑地玩 就是一个懒人神器 我觉得它是有三种路线可以选 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它的classic路线 还有其他两条是reverse和一个loop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安排 还有就是你们的时间来选择 接下来的就是哈娜的一些小tips 出发前一定记得要持运车 要和带一些运车 因为这个路真的一般人都很容易吐 到了Maui怎么可以错过这里在 Wailia度假村里面世界一流的spa呢 这里的水疗中心提供岛上特有的养生法 这次我们就来到了Wailia的四季酒店 选择了夏威夷当地特色的spa 这一家整个的装修风格是充满了热带风情和原生态的感觉的 之前也去过其他几个四季酒店的spa吧 比如说伦敦的那个 就是那个是感觉非常的bensy和豪华还有精致 虽然我觉得Maui的这个四季酒店 它装修风格没有这么的精致 然后没有这么的高大上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服务和它的按摩手法真的就是一流 我觉得就是比伦敦的那个体验感好很多 他们在这里使用一种特殊的按摩手法 配合夏威夷火山石和当地的草本精华 不但可以做晒后的修复 还能减缓肌肉疲劳刺激血液循环 那我觉得这里唯一的部组啊 就是在按摩结束以后不是都有个休息室吗 但是它这个休息室是那种公用的 就没有分单间的那种 没有独立的空间 不但隐私性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就是安全性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的 别的都非常好 非常推荐给大家 说到住宿呢 如果你们大家跟我一样是在一个旺季区夏威夷的话 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火爆 真的很难订酒店 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遇到订酒店的问题的话 我强烈推荐大家住岛上的Airbnb 有四个大人一个小朋友 所以说这次我们选择了一个Vela 它是在Velia上面 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 其实它就是在四季酒店的背后 Velia的海滩走个步行几分钟就能到 楼下的卧室出门就是一个小露台 走出去呢就是整片的草坪和高尔夫球场 卫生间 真的很大 这里有一个客厅 这个view好美好美 房东也非常的贴心 还准备了各种的海滩用具给我们 所以说这里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接下来呢 我们会飞到Oahu 也就是Honolulu所在的岛 也是夏威夷最最最受欢迎的一个岛屿 上次我们也去过 但是这一次我们也要打卡 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哦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项目呢就是 就是跟野生的海豚游泳 这里有非常多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在海洋动物园里面 跟人工饲养的海豚一起游玩 也可以在附近的海域去找野生的海豚 在远处跟他们一起游泳 但是我自己更推荐的就是跟野生海豚游泳 因为海豚是一种智商非常高的动物 关起来圈养的话 其实它是会抑郁的 个人不是特别推崇 所以说我也不会去参加这种项目 这个项目呢 它是由专门的海洋生物专家 和一个导游陪你一起出海 全程是三个小时的时长 时间还是有点长的 这一次出发呢 我们没有多久就见到了海豚游泳 剩下大部分的时间呢 这个导游他们会开船 带我们到附近的海域去浮潜 然后会看到非常多的海龟 和一大片大片的那种彩色的珊瑚礁 也是污染非常少 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遗憾 就是在后面的行程 没有看到更多的海豚呢 所以说这个是纯属看运气 希望大家比我们运气好 可以看到更多的海豚 小朋友是可以玩的 只要4岁以上就可以参加这个项目 还有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吃晕船药 还有很多朋友问 如果不会游泳 能不能参加这个项目 答案是可以 因为这种项目 它是会给你提供救生衣的 你就只负责非常舒服地飘在海面上 然后把头往下埋就可以了 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项目呢 就是kayak 这是一个混合了服务前加划船的项目 这里呢是可以全程自己去安排时间 但是呢工作人员会在开始之前 教你怎么样去抛锚 然后还有划船的一些基本技能 当你们到那里 你们将在那里放在河 这个地方是在那里吗 对 对 我们有两个项目 在这边 我们在这里放在河 你们大家看这比较好吗 好 你好 一共有三个岛可以玩 大家可以划船到每一个岛上面去浮潜 看那些珊瑚礁还有各种各样的热带 最大的一个岛上面就有它的sandbar 我为什么这么推荐这个地方 是因为这里的珊瑚礁真的太美了 这里的海水也是非常清澈的 是我见过最美的珊瑚礁 因为这里人烟很少 虽说没有什么污染 然后水就特别特别的清澈 而且是那种渐层的翡翠色 真的美到窒息 而且雨也超级多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抽时间 到这里来玩玩这一个项目 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不知道我的读音对不对啊 马卡普太普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片 但是我觉得就是去的难度有点大 有一定的危险系数 你会走一个非常简单的步道 然后到那个lighthouse 然后快到灯塔的时候 前面会有一个指示牌写着 这个是非官方的路线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往下爬 我们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 加油了 到了底部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台坡 就很容易拍出大片 而且人也过多 看一下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路 好陡感觉 是怎么下来的 接下来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恐龙湾 这个是相信是岛上最著名的几个景点之一了 但由于这几年游客太多了 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呢 这里是每天要限制人数的开始 所以说需要一定的墙票技巧 最好是几个人一起墙 然后订好闹钟 早上起眼睛就起床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就是远处看非常的美 就是像果冻一样地蓝的大海 然后还有星星点点的珊瑚礁在上面 但是近距离的感受真的就不一样 由于这里污染真的挺严重的 所以说这里的珊瑚礁都没有什么颜色 哇 刚外面太冷了 我现在进来跟大家聊 那总的来说呢 虽说我觉得恐龙湾不是一个特别值得的地方 总的来说就是人多余少 下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呢 就是唯一一个上次我去过这次海岔的景点 就是兰妮凯海海 这里绝美的海水和沙滩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但是这次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呢 就是这里的海滨长廊 这个地方不但人少 而且特别的美 特别的出片 而且可以拍出那种时尚大片的感觉 Oahu上面一共有两个Pill Box 上次我们去的是Landika Beach上面的Pill Box 这次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这里的Pink Pill Box 我觉得如果是喜欢爬山的同学们 可以收藏一下这个地方 但由于上一次我们其实已经去过了一个Pill Box了 所以说这个Pill Box呢 我们就远远的欣赏了一下 没有爬上去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我们是夏天去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热的 因为它的沿途都没有任何的树荫 可以遮挡 我觉得随时都会中树 而如果爬上去的话 但是这个地方风景是很美的 而且可以出很多好看的照片 下一个建议大家可以去打卡的地方 叫Tentless Lookout 它是一个位于YKiKi附近的观景台 这里就是离YKiKi的市区非常近 二十几分钟开车 然后到这边的山坡上就可以看到 YKiKi的全景 那边是Diamond Head 然后这边是YKiKi海滩 想要看好我们 露露整个夜景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这个地方打卡 特别是在傍晚时分真的很美 在岛上的北边海域呢 是经常都容易看到海龟的 因为有很多海龟会在岸上晒太阳 很少海龟的街上 这边是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去看家里的 真的是在野ity 很长的地方 当时我会看到海龟的行李 来比我还好 以及我还为师傅 有什么少年 但是我也有些人 一直被替陷在人们 我还不给他 我是阻止 我们在海龟趋的地方 哇 你看他还有穿那个的 哇 好可爱 这个兔子好看 完了 疯了 姐姐 这是谁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是谁啊 他叫什么 说到美食 欧阿虎真的有太多太多好吃的地方了 上次又给大家介绍几家 这次我觉得我发觉了 更多更多好吃的餐厅要推荐给你们 那么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Sushi Shop 这家其实是Reeds Carlton的一个Sushi店 它是那种Omakase的Sushi店 所以说通常是需要提前 非常非常久去预订的 如果大家想要尝他们家的味道 但是又订不到位置 然后也想要性价比非常高的话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 他们的Tudo Box 还有一个我这次发现的非常宝藏的地方就是在Yikiki的酒店的那些小巷子里面有一些餐厨很好吃 Food truck 一条街 这边好多好吃的 泰国菜 日本烤串 哥伦比亚菜 啊 烧烤 好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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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to Can I get a water? Pork belly Peper Optocos Optocos Yes 看一下 为什么你这个有Rice啊 我们是这个Bento Box Bento Box 哦 看一下有的Curry 你们点的就只是那个串串 OK 再来一个推荐的就是大家来这个岛上一定要去吃的 虾饭 首先要推荐的这家虾饭是叫Fumi 它是在岛上的北边的 是一个中国人开的虾饭店 我觉得味道是很好的 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因为大部分好吃的虾饭都是集中在岛的北边 所以说另外一家虾饭也是在北边 这家虾饭的名字叫Big Way 这家店呢它的老板是个泰国人 所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偏泰式的 传说中很好吃的Big Way Trim 我就要那个Spicy好了 哇 看起来很好吃的 嗯 哇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Island Vintage他们家的Brunch Island Vintage是一个岛上的连锁咖啡店 它在岛上的其他分店呢 都是只卖那种冰沙饮料还有咖啡的 但是在YPK的这家店呢 它是会卖一些吃的还有Brunch 我觉得他们家的Brunch味道真的非常的好吃 就是有点Fusion那种感觉 但是就是这个地方也要排队 所以说大家做好心理准备要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Oahu住的酒店 是位于Wikiki的Prince 这是一家最近几年重新翻新过的酒店 所以比起很多Wikiki的酒店呢 它设施都很新 位置也还不错 是在Wikiki靠近Alamoana Mall的方向 方便购物吃饭 也能看到很漂亮的海景 OK说了这么多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第二次打卡夏威夷的全部行程和干货分享了 如果有去过的小伙伴想要分享你们的经验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期视频的话 请不要记得帮我点赞加转发 那么谢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